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 也就是2021年 7月4号 那么我首先呢 是在美国的旗帜下 做一个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今天遗亡 第一个是 在那里 就是说 我们在今天第一个在美国的旗帜下 我们要宣示 我们要捍卫 我们的美国的创始者 创始者国父们 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国家 one nation 是不可以indivisible 在宪法的和上帝的面前 永远不可以分割 分裂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自由的 公正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今天看上的就首先要明确这一点 我们今天在这里来 在美国来了 我是2007年9月 就这个时间 2007年到今天 也就是13年的整了 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正式 十月怀胎 在准备生下宝宝的时候 今天我在这里也发表一个独立宣言 这个独立宣言的题目就是 就是 The declaration of becoming in United States American 就是什么 我在美国的成长宣言 这是第一个 我还有第二个宣言 那就是 就是对蔡英文宣言 我今天是对台湖宣言 第三个宣言 第三个宣战 就是我要在这里 要讲的就是一个 宣誓东沙群岛的主权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这是我今天就做这个三个宣誓宣言 首先我们从这个这个成长宣言 因为我在美国来 我在这个我是台湾僧人 128月10日 这个窝窝兔以后 我是这个就是我父亲在那个时候 在1944年45年 那个在这个跌缅公路上 这个这个在印度的加尔格达 参加那个那个罗斯福总统的这个 追导会 并且做了一个make speech 就是对着发言 悼念罗斯福总统的发言 这个发言呢 我的发言稿呢 原发言稿已经不见了 但是这个精神呢 我是知道了 因为我现在是随着我到美国来 每天都在对罗斯福总统的 对中国的这个帮助和资源 越来越感觉到罗斯福总统的伟大 同时感觉到他非常亲切 所以我每年来到美国以后 每年的春天和秋天的12月份 秋冬的交界的时候 都要去capital和罗斯福那个memorial 去给他去汇报 去寄托我们的艾斯 这一点呢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今年呢 主要是今年为什么没有 春天为什么没有去呢 就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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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这个这个影响 这个不方便 今天本来我也如果按往常的话 今天我应该到坐这个公交 或者是地铁到地去看看这个游行 但可能今天已经取消了 我今天早上呢发现呢 今天早上呢发现呢 买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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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我我早上呢发现呢 那个特朗普总统呢在做这个 一个一个スピーチ 就是国庆的一个スピーチ 所以我已经向他表示了祝贺 今天作为我自己 我就讲一下我的成长宣言 我和美国一起成长 13年来的成长经历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都是从原来的实践论 从实践出真知 我来美国的时候是带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实践经验 市场经验市场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史作英朵第一家中外合资厂的副厂长 实际上就是厂长第一厂长 然后原来的老厂长 他到深圳市做了组织部长 然后又到南郑区做第一把手 总而言之实际上是操作运作的 我是第一个 但是他一直在他的引导和决策之下 监督之下来进行了 然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一次资本冲组 就跟美国公司资本冲组 跟美国工业气体 IPCI这个公司 就是工业气体核化工产品 这个公司 进行资本冲组 把这个蛋糕做大了 一个是美国做大了 就是他在海外呢 在中国呢 就立足脚 而我们做大的就是把美国 我们拉了一个大旗做了个虎皮 是我们那个产品的质量和流程管理 质量管理都有了可靠的保障 我们就跟一个福法玻璃厂 舍口的广东福法玻璃厂 然后呢 就在舍口 然后就配合他们需要的氮气 氢气 然后我们就供应的氢气 就供给深圳市那些清洁能源 作为氢气作为燃料的那些公交企业 所以后来我就去 在87年的时候 我就去香港了 在香港的体验也是最早 比较早吧 当然也不能说最早 87年 97年在10年前就要回归 所以最早体验一国两制 实践摸索一国两制经验 探索这方面的市场经验和法治经验 其中呢 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 它是法治经济 这个话叫空谈姓资姓社务国 实干改革开放青帮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口号 就是我们招商区这个运长提出的口号 最开始我们在建第一家中央核资厂的时候 叫做中工气质厂 就是提出了1979年时候提出的一个口号 叫做时间就是金钱 效益就是生命 人人有社管 事情有人管 所以我和郭台铭 和任正芬是同时代的人 同一个在一个同一个市场 不过他们是私营企业 他们在下海他们在为私营企业 就是台商企业 他们的钱是赚了就是赚了 是他们自己的民族自然阶级 而我呢 我们是这个叫招商区 他是总的来说他是国有企业的 所以他姓公 是公天下 那个按照那个这个 这个 孙中山的讲法呢 他们是为少数人的 但也可以说为大数 因为他是产品 服务于整个社会 但是来讲呢 他的整个利润呢 分成呢 是为少数人的 几乎是少数人的 管理 而我们这个呢 姓公呢 是基本上是 是国有企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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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这个全民服务的 所以呢 他这个叫做 呃 我们俩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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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的性质不一样 啊 那么就像那个 呃 这个就是一个一点点的小小区别 但从思想管理的思想来讲 我们是大同小异的 就从流程管理啊 都是 还有技术生产啊 我是IT工程师 我是在西安的时候 呃 是那个 印刷线路板制造 就跟那个 美国也是 学习美国的 那个 技术 就线路板 电脑自动布线 IT 我是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说呢 就是说 我们是美国的小学生 就是说 从我的本人来讲 是美国的这个 中美合作的受益者 中美建交以后的受益者 啊 同时也是我们的传播者 也是这个 中美友谊的这个桥梁 和建设者 啊 建行者和建设 建设者 这就是我成长的 初级阶段 就是改革的初心 然后呢 我到香港那个实习呢 就深圳的体验到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包括这个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运作 包括 然后又在这个一边一边在工作 一边在这个 在跑市场 要买采购啊 另外还要 还要这个 签合同啊 接触一些 需要的这个 外商 这个外商之后呢 那我们提供一些外面市场的信息 然后签合同 然后再参加一些广交会 还有一个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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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帮团的零行的采购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感觉到呢 第一个 香港感觉香港来讲 它是一个市场经济 它是市场的各个地方的市场价格是不一样的 同时价格它是有波动的 就是说 什么季节 旺季的时候 它可能就贵 那么 淡季的时候 它就便宜 这个有市场的价格的浮动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买来之后要加上 百分之1 百分之2 百分之3的这个利润 就是我们那个一个经手的一个管理费用 这就是我们来来做的一个 从中的牵线搭桥 我们就是 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同时要学会那个 这个这个进入口 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 怎么样曝光 这个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 原来都不会 原来我是搞企业管理 就是只是搞流程管理 生产管理 销售管理 这些都不会 所以呢 我们是在这个 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进行又一个 一个超越自我 自我的超越 自我的载造 就像一个不断 我们这一生呢 就是在不断的在成长 不断的 为什么我觉得 在becoming呢 那个 那个叫becoming under China 现在呢 后来 在香港的87年 也是在成长的7年 学习的7年 实践的7年 我们当年 当时已经看到香港 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国两制 但是当时呢 一国两制的提法是1982年提出来 我是1987年 87年去的香港 所以邓小平已经定下这个调子 这个大的 基本的调子是定下来了 但是 实践 是我们一步步实践 这个实践对不对 有什么有什么正面的经验 有什么教训 是我们一步步总结出来的 我们已经意识到香港的教育 如果不改 还是殖民的教育的话 那么一定是存在着一种敌对反华 或者这个这个 或者是对抗的一种精 虽然是打着资本主义这个7号 但是它的骨子里意识形态的问题 是格格不入的 是一种敌对的情绪 它不是一种 一家人的情绪 而是一种不共戴天的一个情绪 在这里面呢 好在呢 在香港的初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央不断的给它 补血 充血 这个是缓解的这个矛盾 但缓解的矛盾呢 根子 根不正 就是根子就不正 所以呢 就像台湾这个问题一样 啊 这个所以呢 这个问题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存在的 允许这个 不同声音存在 所以 既然这个老板呢 邓小平这么 拍板的这么决定呢 我们就试一试 最后走到哪里 走不通了 我们再用事实来 这个回答这个 这个设计者 当初的设计者 弥补这个缺陷 现在这个 提出国安法 就是弥补 现在 就是一个弥补的一个措施 最近呢 啊 这个 这个 已经意识到啊 这种 现在的 王羌补牢啊 王羌补牢 这个所带来的这个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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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的声音 负面的声音 但是 这个事情是暂时的 因为一个国家 他是 国家主权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意识形态 啊 这里呢 就 我们就 就 特别是强调的是 啊 在这里呢 以美国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和 欧洲 一些国家呢 在这 说三道四 说了很多流言蜚语 对这个 香港 那个 那个 这个 国安法 但是 我们觉得 中国的 家务事情 不关你们的事情 第二个 中国的这个 美国 有美国的家法 美国一样啊 美国对待这个 这个 游行啊 是不是 一样的 镇压啊 而且还更厉害 那个 欧洲也一样啊 因为他各个家 各个国家的 国家利益 都高于这种意识形态 当你涉及到 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时候 都必然会采取这种 测试 那么你要违反了国法 破坏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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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律秩序 那么持有给你 这叫做 这重点 这 乱世之下 必用重点 所以呢 六四事件也好 那个 还有这个 将来这个 港 香港这个 暴乱也好 将来台湾出现 这个 收复 收复当中出现 再出现 二十八事件也好 都会出现 这种 在使用这种 这国家机器就是专政的机器 国家机器就是不允许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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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乱纪 在这发生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我等一下 大家不认识美国 那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美国 美国是什么呀 你们将来来美国 欢迎你们来 但是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陆籍 你加入美国级 就要首先你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 啊 就是 最高原则 是 卡斯基就是 就是最高 民主的最高原则 就是宪法 你 天大地大 你不能有法律大 你官大 那个 人权大 不能超过法律 所以说 很多民运人士啊 胡扯八道 在那时候 人权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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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 这种呢 就是 在美国来讲 他就 他要这样子做的话 必然会碰到头破血流 所以说 我 我希望美国呢 不要在那指手画脚 如果这些 这些暴徒暴兵 让他们到美国来 给美国 既然是和美国的民主队 给美国的这个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到美国来 他愿意在美国游行啊 暴动啊 你看美国的收拾不收拾呢 什么美丽的风景线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美国的风景线 告诉大家 没有美国的美丽的风景线 美丽的风景线就是最近游行 警察出动 比中国的警察 比香港的警察 要严格得多 这就是美国的美丽风景线 那么现在呢 很多人在说这个问题 我在把这个问题啊 就谈到这个问题 美国 现在呢 就说要把 现在要自 很多人呢 就在这个 想要 挑动美国来制裁大陆 这里呢 我今天呢 就来谈谈美国 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 也不要为这个情绪所主动 美国没有权利干涉中国 香港的问题 干涉 台湾问题 首先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层次 美国政府和谁打交道 你是跟台湾政府打交道 还是跟那些报名在打交道 能够和你对等的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 对吧 中央人民政府在联合国 是跟你是平起平坐的 是 主权国家对主权国家来谈这个 内政问题 我们那个 在这个 伟大的那个 杰克逊总统他说 我们这个这个 就是能够从这个政权 你看 我把他 这个 这个杰克逊说什么呢 这个独立宣言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言讲的宣言的目的 第二部分讲 政治体制思想 第三部分讲 自然权力学说和主权在民 这个思想 第三第三 就是英国 压迫这个北 那个北 那个北美 这个殖民地 的 总统罪诺 说明殖民地人民在忍无刻忍 这情况下 被迫拿起武器 利争 独立的这个 合法性 第四部分 讲的 这个宣言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讲美利坚 和中国 宣告独立 那么台湾存在不存在呢 香港存不存在 这个这个这个 拿起武器 利争独立的这个可能性 合法性 这个正义性 不存在 我们暂停结局就告诉美国人民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省 香港 他不可以 从这个中国这个主权 固有的主权力 上分裂出去 香港不是中国 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不是中国的殖民地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有关的一些 当一个民族 必须解除其 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 并在 这个 世界各国之间 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造物主的旨意 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 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 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 语意宣布 就是美国呀 你不要是另一个民族的 来干涉中国这个民族 中国这个民族也好 中国人民也好 它是国家有国家 自己的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 智力的一个能力 一个一个政府 因为什么呢 为了保证这个人民的权利 必须建立政府 人民建立政府 而在宪法的基础上建立政府 在宪法正当行使这个正当权利 维护这个宪法的正当秩序 什么叫做宪法的正当秩序 固有领土破掉分割 这是领土权的主权人的第一条 台湾就是想要把破坏这一条 就是把台湾的固有领土 变成2300万人的领土 2300万人跟14亿人比较起来是个什么呢 是个笔尖 特朗普说的很对了 你不能拿笔尖来戳这个 这个支持人员们的那个心 你把这个中国这个肉 这个台湾这块肉给割去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这个这个是办不到的 所以说即使你越是这样子走 你的脖子上越来越紧 现在就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你现在当你今年 2020年当选的时候 你当选当天你就宣布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全文是这样说的 中华民国台湾是个国家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说呢 2300万人民有权选 自由选举自己的总统 然后呢 我们成立这个管理自己的国家 这个呢 这个道理不成立 因为你什么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首先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其实小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证 这是联合国宪章和规定的 所以在法律上 国际法上 不存在台湾独立的 或者是2300万人民 这个是一少数人 来 来 来 夺取 夺取这个 这个分裂这个国家 那么 既然你要 要 采取这种造反 要分裂 那么在美国是怎么处理的呢 在美国就是林肯的方法 你搞分裂 南北 这个为什么就存在南北裂痕呢 南北这个 这个 南北战争呢 CB war 对吧 那么就是因为 这个南方想要分裂出去 南方 南方集团呢 那还比这个台湾要大得多了 台湾在 最多在 在在在在美国这个版图上 就相当一个 相当一个什么呢 相当一个 夏威夷 和美国本土这个 一个这个关系 夏威夷岛 香港相当一个什么呢 香港相当于罗德岛 所以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你 我一说到这里就知道了 罗德岛要独立可以吗 夏威夷要独立可以吗 美国总统 美国人民愿意吗 这就是我们反问一下 射程阻力 荒谓思考一下 既然你不愿意 那么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 有谁能管得了呢 你德国也管不了 法国也管不了 英国也管不了 美国你更管不了 因为在这个 当然了 我们说真理都在 导弹大炮的射程之内 何况大陆现在的这个导弹 台湾已经在这个导弹和飞机大炮的射程管辖之内了 问题是什么时候取 什么时候去拿 中国一直呢 就讲着要看那个时机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如果现在不拿的话 对吧 这个台湾这个越来这个教育越好 越来天然土越好 他就有词无孔 蔡英文是有词无孔 得仔细中三郎 得志便成狂 所以蔡英文呢 本身呢 就用这个美国这个这个语言来讲呢 他就是一个生蚝龙 这个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排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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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面三高一个一个一个骗诈骗犯 他机关算尽太聪明 他可以在有些时候蒙骗一些台湾人 但是他也可以永远的蒙骗一部分民进党的人和美国人 但是他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蒙骗所有的人 这是我们得到的结论 因为他的假文凭 假博士论文 同时他那些总统知道的谎言 包括卖烟啊卖什么东西 总统的道新历史的所做的人 已经大家的台湾人已经看得很清楚 台湾上梁不挣抵梁湾 台湾就是全世界最爱搞的一些搞搞证 电信诈骗 还有干什么无法无天的一个犯罪者天堂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上梁不挣抵梁湾 有这么一个李登辉 陈水扁 陈英文这样的一个迹象当表的一个骗子诈骗犯 所以什么都搞得出来 那个319强劲案啊 还有左路公啊 凡是这个总统 每一次选举都是一大笔搞假的东西 都是污泥脱水长风纳过的一个现象 典型的就是蔡英文这次那个什么 蔡英文那个博士论文从一开始 揭露一开始就是漏洞百出 人型毕露 同时他提出这个 提出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个提法的标题就不够一个博士生法律论文的一个标准 这个自洽性 中华民国是国家 还是台湾是国家 没有招待情况 概念不清 如果台湾是国家 中华民国也是国家 两个是两个独立国家 那么他就是两个独立国家 这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命题 所以呢 我们知道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小学生都基本逻辑混乱的人 是挂羊虫卖狗肉 这是中国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论文 在英国才能得到的分呢 在中国来讲 他这样一个论文的标题就错了 打零分 这个标题错过 你概念主题就错了 你阐述的东西 一切都是更错 哪有可能呢 你不外乎阐述中华民国宪法下 形成台湾国成立了 这个戳中反中 现在台湾国就是两千三百万人那时候 那个中华民国 它这个宫天是四万万人当皇帝的 这个孙中山这个讲的 你两千三百万人和四万万人民做皇帝 和这个中华民国 你怎么比 对吧 现在何况是已经联合国宪章已经明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这个代表权问题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就像香港那些搞台独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和中国大陆 去谈香港的主权 香港的自治问题 我们是跟英国来谈 这个主权一交的时候是跟英国谈 跟台湾谈 跟台湾也不会跟台湾当局来谈 跟台湾的什么来谈呢 台湾人民愿意 属于中国的内政 属于我家长的全体人民来决定的 属于什么 跟谁可以谈呢 可以跟联合国来谈 联合国来谈这个主权问题 主权问题解决了 刚举募章 这个权力是我 这个中央人民共和国的权力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 这叫成长 我在美国的成长 就是becoming 我这个宣言书就是说 我在美国是不断成长的一个历史 2007年的底 到了什么程度呢 2007年 我在马里兰大学 这个反读促统 就是全球华人反读促统大会 那个会议有谁参加呢 那个会议有格莱伊 就是美国国际战略智库的CSIS这个战柜 就是 总是帮蔡英文说话给蔡英文 拿那个蔡英文的贿赂 把金钱 黑钱 黑金买下来美国的智库 就格莱伊 他当时在场 还有中国的所有国台办的那些官员都在场 我就提出来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 这个和平统一 这个设想存在的陷阱 第一个 最大的陷阱是国家主权的定位 不明确 一国是哪一个国 两制 两制是各自为高度自治 还是香港那样的高度自治 那个 这个 其实呢 我们回过头来想到 蔣经国提的路线 倒比 这个路线方法 他提出来的中华民国宪法的体制下 就在中华 因为国家没有分裂嘛 在中华民国体制下 一国两制 就是两制 就是一个best law best system one nation best system 就是叫两制 因为两制呢 就是说 比较是法乎为上 民为君 对吧 和为国 荣为海 就是说 你这样的同心同国 共建家园 这样一个主题 这样一个核心目标 消除这种 地狱的壁垒 封建制 如果要搞两制就成了封建社会 封建制 香港井水不犯河水 香港地狱画一个界 然后澳门画一个界 台湾画一个界 然后司法又独立 这个就造成了今天香港的混乱 这个是我在香港招商局工作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说 这个问题呢 1995年 我给江泽民写了封信 元旦的时候写了封信 就提到 这个只有邓小平理论 而没有其他的理论 这个思想错误叫形而上学 那么解决 我们不应该再犯 毛泽东时代那个两个凡事 形而上学错误了 这个微信主义的错误 不是理论来决定实践 而是实践来决定理论 所以实践证明 两岸的关键核心问题 是国家的主权定位的问题 国家主体的定位问题 叫证明问题 就是中华民国在哪里 谁代表中华民国的问题 我就提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国是代表中华民国 这一点必须和台湾人民讲清楚 必须跟美国人民讲清楚 必须和全世界人民讲清楚 这就是我今天的declaration 就是我的宣言的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就是我们要证明谁代表中国 谁代表Republic of China 那么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是代表Republic of China 就是联合国宪章上 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的地位 这个定位也要搞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看 民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势不成 势不成则心不服务 所以说我们就说了这个批判的理论 这个马克思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 批判的武器 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的力量 法律的力量 只能用法律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 法律一经掌握群众 那么就会变成人民群众的解放思想 解放社会的物质力量 精神力量就变成物质力量 然后呢 这个法治越是彻底 法治理论越是彻底 就越能说服人 就能够掌握群众 就能够变成物质力量 从法统台湾的物质力量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 没有拿起这个联合国宪章的法律 这是一个大遗憾 这是一个盲点 一个误区 所以以为这种制造一个模糊 来混淆这个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什么 九二共识你表中华人民国 这不叫九二共识 这是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承认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 台湾也承认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就承认台湾 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OK 两岸共识 达成一致 和平 和平统一 法统台湾 共海族军 共建家园 OK 两岸一家亲 天下兴盛 世界和平解决了 美国不愿意啊 美国知道不知道 美国非常知道啊 为什么美国知道呢 美国和中国建交的时候 谈到三个联合公报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啊 中华民国 或者就是叫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关系不与台湾发生啊 这个政府 那个政府发生任何关系 这个美台关系是人民与人民之间 people by people 所关系 所以 承认同国内法呢 承认台湾人民呢 和美国人民 保持的 人民的这个联系 不保持 这个non-officer relationship non-state by state 的社会 不是 不是政府与政府的官方关系 也不是state by state 就不是罗德岛和马里兰这样的关系 也不是夏威夷和马里兰的关系 是人民和人民的关系 它是省 省是什么关系啊 province province province是征服的被征服者 台湾省是被谁征服的呢 是被中华民国征服的 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个 你不是政府吗 我不和你 你要我和征服者去谈谈 台湾问题的定位 你是个被政府者 我跟你谈 你没有这个资格 你的倍数 还低 你的层次还低 这是有层次的 state呢 还是有层次的 他这个主权独立的 一个 一个 那个 有主权的 你台湾呢 没有主权 就是还不够这个被本 你是被征服者 所以说我们知道吧 这等于我要跟你孙子谈 你在家里你都做不了组 我给你当家的来做组 所以蔡英文提出了和平对党 民主平等的八个字 他第一个和平台独 和平是为了和平台独 现在现状因为是战争状态 因为战争上位结束 所以两岸一直保持战争状态 第三第三是什么呢 叫对等 怎么会大陆的一个中央政权和你一个对等呢 就像联邦 联邦怎么能和一个罗德党去对等呢 联邦怎么能和一个芝麻大的一个夏威夷去对等呢 你不够资格嘛 你没有这个法人资格嘛 你对等什么 你对等就是谢 想要潜台词就想成为一个国家 然后取得联邦国的席位 这个是白日做梦嘛 对等的对峻嘛 对峻嘛 所以说呢 蔡英文这个呢 是以其亏昏 他是以体的揣着明白做糊涂 也就是说他寄想的 为什么呢 他叫深喉咙呢 深喉咙就在这里 在这个最深的地方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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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喉咙 这个是当然指的是那个隐人啊 他在这个这里有个深喉咙 他这个喉咙会动 他就是在那里的 在深喉咙会动 所以说呢 蔡英文就是个深喉咙 他本来就是李登辉的深喉咙 也是台湾民进党的深喉咙 他跟 我认识他就是在 陈立炎时代他做陆委会主任的时候 就跟他就跟他就跟他写过很多 大家这个两岸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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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来信嘛 因为我为什么可以写信 因为我也是中华民国辞聖人啊 按照中华民国这个这个这个共和制啊 啊就是让四万万人民当皇帝 我这不管在大陆也好在那 我是四万万人民当中的人人民啊 所以我是中华民国的皇帝啊 所以我就以这个身份来 给这个蔡英文那个路回来写信 他们陈水扁说我是大陆的有力人士 什么叫有力啊 人贵有自知者明 自知者明 啊 圣人者有力 能够能够说服别人 能够战胜别人 这个人叫有力 他说我的理论能够说得他体肤 他达不上来啊 就是比较有力 啊 有力量 这个能够被战胜 圣极者强 对吧 知人者智 这就是他们 他这个陈水扁的来历 这个陈水扁的 他毕竟这个中文的历练 还是可以啊 后来他提出个事部门一边有 他说 是听到大陆有力人士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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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建议 那就是我吧 啊 他就暗指着我 但是国台办人又不承认 他说他不知道 国台办当然不知道了 我写信 我是以公民的身份来写的 我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给 陈水扁 给马英九 给所有的中华民国各个政党 我都写了 这个信 都投递了 因为我那时候在香港 我在香港这个 在澳门 我在香港澳门工作 赵山区工作 我可以通过U主义给他们写信 我发信的时候 我在那个香港还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义不是新民主主义 叫新民主义统一 这个统一全国 统一中国 为什么呢 我们的新民主义革命啊 不彻底 就没有进行完 社会主义阶段 冲地阶段就是新民主义革命 在这个时候与此同时呢 我在这个认识当中呢 我就刚才就从2007 2007年 2008年的开放旅游 7月4号 也就是2008年的7月4号 0点零分 我组组了一个17个人的 深圳的17个人的旅行团 都是退休的 我的同事们 然后呢 去台湾旅就还导游 7天 是第一批 第一批0.0时零分 踏的踏进这个到达的 陶人机场 我们走的路线是 从深圳到泰国 从泰国的漫步机场 转机到回到台湾 这是搭乘的这个 这个走的一个弯道 接弯曲直嘛 现在后来就叫接弯曲的直行 我们是走着泰国的这个 这个一个弯路 但是时间是我们第一批 而且呢 我在这点的时候呢 2008年呢 我通过这个 我的表弟 就是在台北 中国国民党的党工 叫李正 递交给这个马英九一封信 就是公开去邀请他 来参加奥运会 邀请他 我做了一个旗子 就是一个设计的旗子 感谢他 在派出汶泉大帝任的时候 组织了台北的一个救援队 这个是表达四川人民的感恩之心 这就是五大内容 提出了两岸同兴同国共建家园 这么一个概念 同时呢 暗指你这个 不要一中个表 而要一中同表中华民国 现在讲起来 我觉得呢 不是说很对啊 当然呢 实际上呢 我现在2008年到现在 已经12年了 对吧 我呢 思想上呢 认识上呢 更清楚 更有概念的 也就是在那一天 就是2008年开始 我去没 去去台湾的开始 就打下了一个基础 就打下了我和马英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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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 后来这个八年 这个 他这个执政当中的一个良性的交流 我在美国这个时候就跟马英九呢 保持在这个email 和这个网上的这个 这个 不谋一面的沟通和交流 这个平台 我这个一直建立 这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我给那个 用我的见解 我提供给了马英九 关于核电站 还有日本核辐社 这种那个资料 和那个专家的一个论述 表示台湾可以发展核电 安全性和可靠性 都是有保证的 这是美国专家 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学术论坛会 这个这个 FDA那个搞的一个那个 在美国那个 叫做 就在我们的附近 就叫做台北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就在那个大礼堂呢 我们专门讲的 为了这个论题 搞了三天呢 三次不同的单位组织的这个活动 我把这个所有情况都汇报给马英九 跟马英九 确实我们觉得配合他要默契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默契上呢 在一种同表和一种各表这个问题上呢 最终没有达成 没有磨合成 就是因为大陆这边 还没有达到这个默契 还没有达到承认中华民国 这个合法地位 这个问题不在马英九 而在于当时的这个习近平也好 还有这个胡锦涛也好 是在这里 这是我跟这个包括吴敦毅 这个这个战略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我这个这个情况 同时呢 有张亚中啊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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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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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毅啊 我跟邱毅这个这个这个一面之交呢 不谋一面呢 是在倒贬的时候 曾经变成天下卫功和天下围功的时候 我提到一个天下卫功 就是保卫的卫 因为我们是公天下 孙中山讲的天下卫功 是一个卫 就是兔 我是一个保卫的 就是保卫这个事 因为这个公天下已经建立了 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已经建立 我们要保证这个体制的健全 和完整性 可可靠性 法法制性 这个保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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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权力 那个他是写为和和为乐的为就是just for two 这个这个概念 我和孙中山的概念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这个主义呢 需要与时寂静的加以改进 我就提出了民和主义 要首先第一步要军 要军政时期 解决台湾问题 法总台湾以后 要解决一个军政问题 军政时期叫民和 叫做促进了这个人民的大团结 不管是一个中国中华民族也好其他民族 所有的台湾人人民都应该团结 不仅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还有十四亿大陆人民要团结的 因为你在大陆做生意嘛 你怎么能你只去大陆 而不让大陆人过来呢 这不公平嘛 这个首先不公平 你是有失公平原则嘛 你要既然能去大陆 那么大陆人也能到你这台湾来 对不对 这个叫做公平 公平互利合作的原则 第二个叫民心主义 民心的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生产力 你不创 因为我们要重新包括我们的制度 包括我们的模式 包括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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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方面城市建设 reliving the city 什么东西都需要与世俊的加以发展 包括我们人的思想 idea 都要不断的与世俊俊的成长 成长是什么 就像太阳一样 好好不断的学习 天天要改变自己 成长是什么 就是昨天今天 明天会更好 今天比昨天好 这叫成长 你要不然得尽量叫做退步 对吧 我们我们来到美国这个13年中 每天都在成长 每天都看着太阳 看着太阳就反省自己哪些做错了 哪些讲的构数的这个构建的论论不够完善 所以我们今天呢 declamation of the becoming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我们要讲述美国的成长宣言 我们就今天就讲 就讲述我们这13年来是怎么样的来 一步一步来解决台湾问题 解决美国的问题 那么我呢提出来了 我怎么解决美国的问题呢 我给2007年感恩节 就是11月的感恩节 我给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形象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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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点 这个建议 一个一个 My God 就是我的目标God God is simple but ambitious 虽然我这个目标呢 看起来呢 Target is simple but is ambition 就是很结合实际 因为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出来的 这个排头兵 一个实践者 同时也是一个建议建言者 建行者建言者 我们是比如说 时间就是金钱 乔一匹将命我们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那个厂提出来 我是副长的 空谈戊国实干新疮 这是我们提出来的 就在我们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支部会上 提提 向党东洋提出来这个 就讨论出来这个问题 说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经济 就是香港那个市场经济 不姓赦也不姓赦 就是法治经济 所以空谈性质性质戊国 你讨论什么办法性质性质的问题 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后来我们就知道 国家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 永远高于意识形态 所以你要强调意识形态 这个东西就不适合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叫摆脱那种意识形态 跟我合着来 是我需要它 我就要看看它的价格合理部分 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来 而法治规律要全 是法治在起作用 法治是什么 看不见的手 这坎恩斯这个看不见的手 我们现在来讲呢 两岸关系也是什么 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 联合国的27582协议和联合国的宪章 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济管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政府告诉你 你不是另立一个中央 你不是另立一个国家 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